第十三章 宠汝若惊 贵大患若生 何谓宠汝若惊 宠为下 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 事为宠汝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生 无所以有大患者 唯无有生 即无无生 无有何患 富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托天下 解释第十三章 因为受到宠爱或受到侮辱而感到惊慌 又把这类的事情看成像生命一样的贵重 或是如同遭遇到大灾难似的 什么意思呢 得宠是悲下的心理 得到了宠爱 所以感到格外惊喜 失去了宠爱 则令人感到惊慌不安 这叫做得宠和受辱都感到惊恐 人们为什么宠辱若惊呢 因为宠辱对事业和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一旦失宠 不仅事业受挫 人们的眼光也全变了 让你深切地感受到 事态炎凉的滋味 社会上的各种环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态 使我们的心理产生波动 牵挂 猜疑或提心吊胆 当我们的心 失去正知正见时 心也就狂乱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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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